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講 俄羅斯外交部說日本汽車身在俄羅斯市場是自作自受的 另外汽車業仍是黑旋事件 比亞迪衝擊全球第二,擊敗了日本的本田和日產 全球汽車業正在巨變 究竟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汽車出口的冠軍 日本車在全球多個領域已經鬥不過中國車 不過他還在俄羅斯市場找死 9月3日,第九屆東方經濟論壇在俄羅斯開幕 在媒體的吹風會上,有一本記者問及 有關日本車重返俄羅斯的問題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威很嚴厲地回應說 日本試圖孤立俄羅斯,導致他失去了重要的俄羅斯汽車市場 這種局面是日本自作自受的結果 扎哈羅威說,俄羅斯汽車市場對日本如此重要 而日本不單止失去了,還要失去很長的時間 那是誰造成的呢?難道是俄羅斯造成的嗎? 當然不是啦,是日本試圖孤立俄羅斯的過程中傷害了自己 扎哈羅威還對這個日本記者說,請你將這些說話告訴港大日本聽眾 他們可能也會向這些日本的某些官方發言人提出類似的問題 為什麼日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孤立俄羅斯? 俄羅斯的經濟不僅存活下來,它自身的能力還得到增強,而日本就因而受損 而俄羅斯日報網站認為扎哈羅威是在暗示,日本想重返俄羅斯汽車市場是不可能的 扎哈羅威早前說,東京正因為完全聽命於華盛頓,盲目制裁俄羅斯而經歷危機 日本經濟的形勢如今遠如一部恐怖電影 扎哈羅威說,中國的汽車已經進入俄羅斯大街小巷 這因為日本對俄羅斯實施了制裁,俄羅斯對此作出適當回應 於日本當國所作所為,日本肯定沒有辦法再像過去那樣的規模重返俄羅斯市場 2022年奧衝突發後,俄羅斯是排在日本汽車出口的第五位 是日本汽車的重要出口目的地之一 然而,奧衝突爆發後,日本政府緊隨美西方 對俄羅斯實施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 豐田、日產的日本車企,現在陸續撤離俄羅斯 暫停在俄羅斯生產汽車,並且出售他們在俄羅斯的工廠 日本汽車在俄羅斯市場的份額遭到重創 9年8月後,日本政府還進一步升級制裁 不僅禁止向俄羅斯出口除了超小型汽車以外的所有汽車 還撤斷了二手豐田、本田和日產汽車向俄羅斯銷售 俄羅斯是一隻日本二手車業務最大的海外市場之一 陸透社當時已經說,日本這個做法是直接殺除了在制裁英英之下 本來蓬勃發展貿易額達到20億美元的日本二手車銷售 在日本的反俄制裁之下,2023年日本和俄羅斯的雙邊貿易額下降了42% 隨著日本車企的退出,俄羅斯汽車市場出現空白 就為其他國家的汽車企業,特別是中國車企提供了很大的機會 近年中國汽車品牌在俄羅斯市場的份額大幅增加 2023年中國品牌汽車在俄羅斯的新車市場份額從2002年的19%大增至去年的51% 中國品牌汽車在俄羅斯的銷量達到創紀錄的55.3萬部,是2002年的銷量的4.4倍 俄羅斯市場市場的銷量前10個汽車品牌中有6個來自中國 近年7月,中國汽車俄羅斯所佔的份額增加到61% 長城汽車旗下的哈佛初戀品牌更加激進俄羅斯汽車市場銷量的前三格 並在俄羅斯進口汽車評級中明列前茅 俄羅斯日報網站引述金融分析師說 除以美國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再次上台的可能性增加 這些撤出俄羅斯市場的品牌例如日本車 就建望於對俄羅斯的制裁 可能會取消,正逐漸表現出回歸日本市場之意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俄羅斯的車市雖然不算太大 但日本政府傻傻地跟隨美國制裁俄羅斯 日系車全面退出 中國車一句麻煩就佔了俄羅斯的61%市場 第二,如今日系車在增長低迷時 似乎想重返俄羅斯 但俄羅斯會批准嗎? 另外,全球氣死市場中最大又是最慘烈的市場 日系車在中國輸得更慘 比亞迪今年去著推平價車 打擊日系的油車 收到封石成果 比亞迪賣8萬元不到的電車 比亞迪的車或插電運動力汽車打到日系油車銷量大跌 比亞迪的車比亞迪的車便宜 用電亦可以大量節省有錢 怕旅程憂慮 亦可以買比亞迪的插電運動車 真是沒得輸 看看最新的數字就知道了 8月的中國新能源汽車銷售數字 比亞迪是穩穩的第一 他在8月單月銷量又創新高 賣了37.1萬部新能源車 與去年相比大增35.5% 與上月環比也增長了9% 平均下來比亞迪差不多是每天賣1.2萬部車 這已經是比亞迪連續7個月單月銷售量超過30萬 目前正向單月銷售量40萬部衝刺 其中比亞迪汽車的出口比例仍然較低 在8月比亞迪的海外私家車銷量只有3451部 佔8月總銷量的8.4% 排第二吉利買了185,000部 不及比亞迪的一半 比亞迪的中國新能源車霸主地位勞不可破 相比之下 日系車就完全失息 日系以油車為主 銷量快速下挫 日系大哥豐田 銷程較穩 講氣豐田 8月銷量是8萬部 同比下滑了5.2% 現在氣豐田 8月銷量是7.6萬部 同比跌幅收窄到6.8% 即是豐田在內地兩大車廠 8月合共銷售了15.5萬部車 日系哥本田中國 8月在中國銷售10.2萬部車 同比大幅下降25.1% 日系在中國賣得最慘烈的 就是日產 它今年8月的銷量是6.5萬部 同比暴跌34.8% 換言之日系三強 8月在中國 合共只賣了32.2萬部車 主要是油車 而比大迪 一加已經賣了37萬部新能源車 比大迪一打三還可以 中日此消比中國關鍵因素 還在新能源車 據中國城堂的數據 8月中國新能源車的 中國零售滲透率 是37.3% 較去年同期的28.4% 滲透率大幅提升了9個百分點 8月內地自主品牌汽車的新能源車滲透率高達60.2% 而主流的合資品牌 例如中日或中德合資汽車的新能源車滲透率只有5.2% 那就看到兩者的側重點多不同了 所以日系車的市場 主要被阿迪這空新能源車吃了去 據日本媒體報導 日系車為了強化中國市場 也開始加費擴充新能源車 5月下旬本田針對主力車型之一的瓦角 將原有的汽油車和傳統混合動力車的產品線 更新為汽油車加插電運動車的生產線 日產亦在6月 與東方汽車集團的合資公司 首次出售插電式運動車 但是他們反應太慢 追不上時代變化的速度 比亞迪的中國市場急速增長 令其全球銷售排名榜 亦快速無升 看今月7月的數字 7月全球汽車的銷量是722萬部 同比下滑了1% 其中中國汽車佔全球市場份額的31% 全球排第一的是日本豐田 7月賣了65.1萬部車 排第二的德國大眾賣了34.6萬部車 排第三的比亞迪 賣了31.6萬部車 但是這只是7月的數字 看比亞迪在8月就賣了37萬部車 很可能在8月已經超過大眾 成為全球第二 比亞迪的增幅相當驚人 比亞迪單憑生能源車 已經超過全球第四的本田 及第五的福特 唯一日產 這些老牌大戶 日系車 其中全線敗北 是輸在新能源車 發展得太慢 以2023年的數字計 日本去年全年 出售的私家車當中 只有8.9萬部是電動車 而中國去年就銷售了 949.5萬部新能源車 當中純電動車 也有668.5萬部 換言之 日本去年賣的 8.9萬部電動車銷量 只是中國電動車銷量的一個零頭 這就見到日本本土 在新能源車方面 是何等落後 而拖低了中國市場的競爭力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1月31日 比亞迪電動車正式登入日本市場的時候 有日本媒體 將它形容為 黑船來澤事件 這個詞意味著 它的衝擊 很被日本 明智為身前夕 美國的 巨型戰艦 就是所謂的黑船 進入東京灣 黑到日本人 腳軟的情境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 比亞迪靠 9.6%的銷售 主要在中國市場發生 已經佔了 全球在二望三 汽車銷量的位置 打敗大量 日本和德國的車企 的確驚人 第二 比亞迪的車賣得便宜 但並不是蝕著賣 比亞迪今年上半年 仍然收入 3,011億元人民幣 與去年相比增長16% 而順利 亦有136.3億 與去年相比 增長24.4% 比亞迪可怕在於 那麼低價賣車仍然有錢賺 證明他 連電池也自己生產 垂直整合零件資產 有很強的效益 第三 豐田汽車會長豐田將南 向來不太好電動車的發展 早前宣稱 未來全球市場 電動車最多只能佔三成 現在豐田 因為賣油車 食老本 而賺大錢 不願意投入巨資 去搞電動車 亦是汽車的這種態度 還不如 得系的大眾 和保馬 願意在電動車上大力追趕 亦是汽車 未來要為電動車發展太慢 負上沉重的代價 另外 在石油台時範 平外講到 美國歐盟 又要投行 土耳其 做北約的成員 因為 沒有什麼經濟支持 入歐盟 又要無期 所以 他正式申請 加入 中國和俄司主導的 金磚國家組織 歡迎訂戶 去石油台 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特別是盧社長和我有關中國的新聞時事分析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 及大家 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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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